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在希望能够通过最后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来达到来获取这个年度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桂冠了 那我们看到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来自农营会里的可以说是新生代的代表啊 这个基金经理赵毅他管理的四支的基金产品可以说是在去年是大获全胜 他获得了全市场基金业绩的这四支产品获得了业绩的前四名 那赵毅在今年也只有33岁 那他其实是在三年前也就是他30岁的时候才开始承担起管理基金 基金管理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可以说是我们在中国的公募历史上看到的公募基金的冠军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采访其实也通过这个赵毅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诉说来解释 他觉得他的成绩主要来自于哪个方面 可能还是源于去年的部分行情 部分这个行业的行情的到来 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新能源的行业的发展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其实新能源的板块的发展 对他的整体的这个组合有一个比较强的推进 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三四月份 其实他认为当时的这个海外疫情的这个苗头显现的时候 他当时已经更多的倾向于策略性的交易机会 卖掉跟外需相关的板块来选择咱们国内内需相关的 比如说医药还有消费公司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中外的这个合资公司 也是首次在这个基金业绩的前十名当中 获得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那也我们其实可以预见到未来 随着更多的外资公司来到我们的中国的本土的 这样的一个基金市场 他们其实会去需要到适应到我们的这个国内的 这样的一个募资和投资的形式 那么其实现在在市场当中还比较盛行的 就是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和短期的高的排名 那么外资公司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内地化了呢 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继续关注在这一块上 外资公司的他们的表现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开年第一个星期 这个基金募资的出现了一个非常火爆的现象 想请问一下您这个背后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呢 那今年的开年其实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市场是处在一个比较沸腾的状态 那不仅A股本身的表现走势比较强劲 那新基金的发现市场可以说是在线了 我们在这个18年看到的非常火爆的盛况 其实过去的这几天而言 我们的基金爆款就已经层出不穷了 比如说我们开市的第一天 也就是4号出现了四只的新基金 一日售庆的现象 那么当天有500亿的基金来追捧这些新发现的产品 那么5号的时候也是有一只 银华旗下的新基金用130亿的认购 那就在昨天新政全球前海开源 这两家基金公司的新基金 也是各自吸引来到了超过210级的 这样的一个认购量 还有基金也是提前宣布他们结束募集 那么我觉得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的确是问到了基金行业的症结上 我们去看过往几年 新年尤其是开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募资热潮 可以说是一浪比起一浪高 尤其我们看到18年 在这个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行调整的之前 其实很多的资管公司能够提前锁定到投资人的钱 都是一个很有利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行业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 就是这种投资更多的是锁定在 投资人是寄希望于能够获得像去年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极高收益的这样的期待和基础上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众多的基金公司 已经开始出面表达 今年他们会预期收益的整体的水平会低于去年 那未来其实我们会预计到 在这么一个强的募资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未来基金的投资 从管理人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基金投资和他们还要去管理投资人 对于后续这个回报的期待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令人头疼的问题了 就这样 那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有一种职业养老军终于是可以投资港股了 那这个会给我们的专业投资机构带来哪些机遇呢 的确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新年的前两天 我们的人社部也是宣布了超过三万亿的这样一个体量的 中国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那从今年开始也是可以投资境内的 来通过互港股通来投资港股的这样的一些养老金和公募产品 那虽然呢不是这样的一种直接投资的形式 但也是会预计给咱们的港股市场带来比较多的新的增量基金 那专家也反映说可能这样的一些养老金和公募产品的管理人 其实他们还是需要经过跟这个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 这样的一个委托机构来修改他们的合同 来达到投资港股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北水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才会到来 但是它是一定会来的 总结的也是非常好 那也是非常感谢Selena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